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市议员陈洛翠 这一次疫情来袭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大家共同逆肩作战 靠着我们全台湾人的意志力 我们的勇气跟信心 携手共度这次疫情的难关跟风暴 我们的心紧紧的在一起 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守护着我们的家人跟朋友 口到一面 今天我们点上蜡烛 代表着纪念我们远去的同胞 同时也希望这次的疫情风暴 可以就此之后 同时我们也希望 能够唤醒政府 能够立刻全面的执行全民鼓塞 立刻的开放进口国际核准的疫苗 提供全民施打 这是我们老百姓最悲伟的请求 蜡烛代表蜀愿 蜡烛也代表点燃光明 我们希望可以为我们老百姓 恐惧以及不安 照亮他们前行的每一个足迹 我们大家继续共同的来守护 我们美丽的保党 希望大家平安静靠 台湾加油 大家加油 Noch不ird 一点点 一个ute 你 可怕